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一个女孩因为怎样的心结 冲进车道一心寻死 一位母亲有着怎样的煎熬 痛哭流涕请求民警帮助 我不想我都能关掉了 你会不会放我这么狂了 舞女爱恨交织 众人多方相助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迟来的母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5月7号上午在江西财经大学附近的机动车道上 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 9点45分左右 一名女孩却快速地走向马路的正中央 惊魂一幕接连上演 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扑向行驶中的车辆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众人抓住了女孩 而她却顺势躺在了车来车往的机动车道上 到底什么事会让她一心寻死呢 女孩的母亲李春华也是身心疲惫 母女俩痛哭起来 刚刚这名女子不顾众人的阻拦 直接冲向了汽车行驶的快速车道 青生女子名叫薛燕 今年28岁 她的母亲李春华 今年48岁 家住南昌市的李家庄 这对母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儿为什么要一心寻死呢 要解开这个谜 就让我们回到2015年5月6号的上午 也就是事发的前一天 江西电视台的记者严芳 接到了一位妈妈的求助电话 求助内容可以说是 令大家非常非常的揪心 她就说这个 她女儿一直这个吸毒 她妈妈说的是吸毒 说吸了好多年毒 现在就是想请求我们帮助她 把这个女儿给送到戒毒所 就她管不了 希望我们去帮助 把她送到戒毒所里去 这位母亲也许是真的无计可施了 于是记者联系了南昌市经开区 郊桥派出所协助 出乎意料的是 派出所陈所长 居然认识李春华的女儿薛燕 她说薛燕吸毒 已经不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之前 我们之前也对她进行处理过 包括她因为吸毒 也曾经被我们处理过 陈所长表示她们曾经两次处理过这位叫薛燕的女孩 也送她到社区借过毒 但让她意外的是薛燕母亲的到来 因为陈学飞一直认为 薛燕是没有亲人 没人管教的问题青年 她母亲来找我 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在我们看来 她应该是没人管的 就是说这个家里不知道的情况下 她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不得意的事情 所以说我很意外 这是她母亲 会带着这个记者到我们所里来 在南昌市经开区 郊桥派出所的街景大厅 母亲李春华一见到陈所长 就开始失声痛哭 我不想跟陈所长 今天要放我这么忙 我就是一个就是跟我女儿来 我就是一个女儿 凭多年的办案经验 陈所长觉得薛燕发展到这个程度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于是询问起了薛燕的成长经历 原来李春华当年不顾女儿的反对 早在2000年就和丈夫离了婚 当时他的女儿薛燕才只有12岁 离婚事件对女儿打击很大 李春华的女儿薛燕 几乎是在放养的状态下长大 甚至在未满15岁的时候 就不如社会 开始自力更生 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 如今也是独自一人租住在外 没跟母亲李春华生活在一起 他现在恨我 他那么小就送我送我去外面打工 为了你自己小 自己是那么好 我了解之后 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只因为他有这个一个不幸的家庭 造成他造成这种极端的一条路 以这种吸毒的方式作践自己 因为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 薛燕极端行为背后存在着极大的心理问题 他这个毒品能戒掉吗 这个毒能戒掉 它是稀释的是我们俗称的摇头水 学名叫富方磷酸 可他因口富农业 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水 于是他们请来了心理咨询师 准备第二天一同前往薛燕的住所 看个究竟 孩子12岁的时候建立第二人格 对他最重要的成长时期 母亲就离开了他 那在母亲在最需 他最需要母亲的时候 母亲不在他身边 那现在他回到这个孩子身边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没办法跟孩子沟通 第二天一大早 民警和两位心理咨询师 一起陪同李春华 来到了他女儿薛燕的出租房脉 李春华 李春华 他请求女儿开门 他的女儿薛燕开门之后 看到民警 就立刻把门又关上了 听到女儿的指责声 李春华心里十分痛苦 跪在地上绝望的痛哭 这时候 焦桥派出所所长陈学飞 开始劝导起来 就是在门口 孩子一听到他妈妈的声音 就是歇斯底里的 这里面就是歇斯底里的 把母亲就是说 你是要我丢脸 你要我死 这种一类的话都挺多的 就可见他们平时母女之间 根本没有正常的沟通 无奈之下 民警请房东帮忙打开了 薛燕出租屋的门 而警官和心理医生刚一进门 薛燕就躲进了厕所里 不愿意见人 女儿这么不配合 那接下来李春华到底该怎么办呢 薛燕到底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呢 房门被打开之后 薛燕直接躲在厕所里 不肯出来 看得出来 多次被警方拘留的阴影 在心理咨询师耐心的交流下 逐渐拉近了跟薛燕的距离 最后薛燕走进了客厅 她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出人意料的是 薛燕出其不意的这一声吼叫 把李春华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她无奈地离开了现场 母亲离开后 一只沉默的薛燕突然失声痛哭了起来 我在外面吃苦的时候 她没离开睡的时候 她把我赶走 你死不了 后来问你你死不了 李春华走出出租屋后 独自在楼道口默默地哭泣 原来李春华当年离婚后 又很快和别人再婚 就再也没有管过薛燕 甚至在薛燕快要流落街头时 作为母亲的她 也拒绝提供帮助 她女儿当时激动的时候 对我说了句这样的话 她说你知道吗 她跟我爸爸离婚以后 她就跟别人结婚了 她说我初中没读完 我就出去上班了 我就打工 我那时候没饭吃 没地方住 我到她的新家去找她 她把我赶出来 这对女儿的影响是有多大 少女时期最无助的时候 在人生关键的成长时期 去寻找亲生母亲帮助 却被自己的亲生母亲逐出家门 拒之门外 这种伤害不知道会给这个少女带来多大影响 什么样的土浪 养育出什么样的种子 那她在一个极其不健康 甚至于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中 她的人格已经不健康 那到28岁 她对于一切都是缺乏安全感 对于没有信任感的一个孩子 她曾经这样哭的跟我们说过 她说我当时叫你们不要离婚 你们有谁听得我的 现在回过来找我 你们是什么意思 了解到了李春华的经历后 心理咨询师认为 薛燕之所以会出现今天的问题 更重要的责任还是在李春华的身上 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职 李春华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 李春华耐心的听着心理咨询师的分析 而屋里的薛燕似乎因为痛苦而爆发 突然拿着钥匙仓促下楼 在咨询师和李春华在楼上沟通的间隙 为了不刺激薛燕 楼下的民警患上了便装 在四周的人群里面隐蔽着 而说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薛燕一下楼就直接冲上了马路 这才发生了刚才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 几次试图撞车的薛燕 在被众人拦下之后已经精疲力尽 他就这样坐在地上 不允许任何人碰他 始料未及的是 欣喜片刻之后 薛燕居然再次向机动车道走去 四个便衣民警立即上前抓住了他 薛燕表示愿意自己走着去派出所 但在行走的路上 但在行走的路上他突然停下来 言此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愤怒 说完转身急速向后走去 但没走两步就被身后的民警拦下 就这样薛燕被强行带到了派出所 直到这时大家才真正了解到了薛燕的吸毒情况 很显然薛燕仍然对李春华充满了敌意 看出了母女的隔阂 心理咨询师开始对薛燕进行开导 经过耐心沟通 薛燕终于敞开了心扉 说出了隐藏在他心中多年的伤痛 听得出来母亲当年离婚 把自己寄养在别人家和过早不如社会 这些遭遇薛燕全部都对母亲怀恨在心 在他看来正是母亲把自己一步步逼到了今天 人家都说我都有疯癫完的 有疯癫完的 我在世上喝的什么意思了 你让人喝的什么意思了 我有什么眼 我在世上我真的演的都哭不出来 可如今的李春华十分绝望 他觉得自己已经化解不了女儿对他的仇恨了 他现在的想法是 无论女儿有多么的恨自己 他都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帮女儿戒毒 也许是在派出所 薛燕突然说自己早就戒掉了 不喝了 早就没有喝了 说明说做戒禁语 我不会做戒禁语 在母亲揭穿真相之后 薛燕仍然坚称自己已经戒掉了 但在跟民警沟通了半个小时之后 他始终不配合民警的工作 在门外李春华十分痛苦 在询问室门外我们听到薛燕在里面大哭大闹了起来 最后薛燕承诺自己以后不再去喝潮头水 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些东西就行嘛 你做了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直接改掉了 这个东西直接改掉了 养了个吗 养了个吗 你现在能够练了 能够练了就好 好 那嘛 你一定要改个机会 我娘去做娘去 就说娘去给你什么 娘去给你个机会 给你娘去那是干 你这下人这点真是给你机会 都下次这个事给你 他有反应 到外派是有反应 你还在这里继续 不会的 不要说不会 不要说不会 我们只相信事实 相信法律 事实上 你做了这个事情 完了以后 绝对不会再隆情 绝对不会再给你这次机会 这个故事让我们心痛 母亲和女儿 那应该是天下最温馨 最亲密的关系了 但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一个自私冷漠的母亲 给孩子造成的阴影和打击 是致命的 甚至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 虽然李春华极力想弥补自己当年的过错 但是对女儿成长过程中造成的伤害 已经很难挽回了 现在母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职 她也很自责 为了能够挽救女儿 她甚至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法来靠近她 但是这种靠近却是缺乏正常的理性的沟通 无论她怎么使劲都没法靠近女儿的心 做母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 在做之前要想清楚 能不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能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同样做儿女的 也不能一味执着于父母往日对自己的亏欠 更不能以毁了自己的方式来惩罚父母 要知道这是最愚蠢的方式 因为你自己的人生终究需要自己负责 我是徐骏 明天见